时间是神 时间给予我们一切 时间无处不在 这个世界不可能绝对公平 但是时间作为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他公平的对待被他统治的一切生命或者非生物 没有谁能够逃脱时间的统治 因为时间是众神之神 不论是上帝 真主还是佛祖 这些所谓宗教之神 都必须服从时间的管理 因为没有时间 这些人们虚构的神就无从谈起 时间是绝对的神 是不可挑战的神 也是无法挑战的神 我们尊重时间为超神 因为时间超越了一切神 时间是真正的神 所有神 所有人 都必须服从时间的管理 时间一分一秒的给予我们生命 我们感激神 时间是我们物理世界唯一的神 时间是真实存在的 时间永远不会死亡 在这个宇宙诞生之前 时间就已经存在 我们感激时间 时间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时间让我们自由生长并学会勇敢 时间让我们与一切邪恶作斗争 因为有了神的守护 我们活得心安理得 时间虽然看不见 也摸不着 但是作为造物主的时间 却真实存在于这个宇宙当中 只是因为我们人类太渺小 太浅薄 无法感受时间的伟大 我们人类生活在三维世界中 无法感受到三维以上的世界 而时间存在于无穷多维的空间中 时间掌管了任意维度世界的生命周期 就如同二维 平面世界的事物 永远感知不到三维世界的存在 同样生活在三维世界的人类 永远感知不到更高维度的存在 这就是人类的局限性 人类没有资格狂妄自大 人类必须向时间学习 时间作为造物主 作为世界的主宰 作为我们唯一的真正的神 时间拥有太多美好的品质 我们人类如果能领悟其中万分之一 就能过上比现在好太多的生活 更能获得无止尽的快乐 这种快乐只有神才能赋予我们 我们躺在神的怀抱里 感受心灵的慰藉和满足 在时间诸多优秀的品质中 最伟大的在于时间的平衡 时间一分一秒 给予万物生命 从来不偏不移 我们消费时间 时间作为众神之神 源源不断给予我们能量 任何事物如果没有时间的参与 都不可能实现 这个宇宙是时间 众多杰出作品之一 时间像一个守护神 始终维护着这个世界的平衡 因为时间拥有宽阔无边的胸怀 从来没有一丁点私欲 尽管人们在放纵私欲的时候 往往把时间抛在了脑后 但是时间却从来没有离开过 时间渗透到了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因为沐浴了时间的阳光而散发了活力 时间始终坚守平衡法则 而世界万物的生老病死就是平衡法则的自然表现 我们谁都摆脱不了这一亘古不变的规律 因为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突破平衡法则的约束 平衡法则是所有文明乃至整个宇宙存在的基础 守护平衡法则是神的原则 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 维护时间的平衡法则就是维护自由 我们有生命的自由 我们有言论的自由 我们有社会活动的自由 这些自由绝对不允许被剥夺 信仰时间为神的理论可以总结为平衡论 这一理论的精髓就是自由 可以说我们信仰时间就必须信仰自由 因为时间赋予我们自由 时间的基本属性就是自由 如果连自由都不尊重 那就是对神的亵渎 对时间的藐视 时间作为至高无上的神明 会通过因果报应 惩罚那些破坏平衡法则的人们 维护平衡法则就必须践行自由 如果没有自由 平衡就无从谈起 但在现实世界中 有越来越多的人破坏平衡法则 有些人妄想长生不死 通过盗窃他人先活的身体器官 延续自己的生命 有些人妄想充当人世间的真主 把劳苦民众踩在铁蹄之下而沦为奴隶 自己却世世代代做奴隶主 有些人总是投机钻营 不想经过时间的历练 妄图出卖他人的生命财产 而让自己飞黄腾达 这些都是违背平衡法则的行为 如今的共产党是比极端伊斯兰还要邪恶的恐怖组织 共产党已经严重践踏了时间的平衡法则 这个世界已经岌岌可危 我们必须拿起手中的武器消灭共产党 捍卫自由 捍卫平衡 捍卫我们唯一的神 时间会证明平衡法则的威力 时间会给予那些维护平衡法则的勇士们最丰厚的回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